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二 Hello 大家好 这是老哥 今天我们来吃一个109的海鲜自助 刚好我去拍菜品的时候 很多菜没有补上来 老板不能怪我 先来煮食 这个是炒粉 因为我没有找到炒饭 上面浇了一个芋头 炒粉肯定很好吃 芋头 汤汁浇上去稠稠的 有一说一这个炒粉是真好吃的 等会我还是没吃饱 我得再来一碗 再来一大盘的寿司 老板别高兴的太早 看到我吃主食 我跟你讲 这个猪骨 腌制的味道比较重 为了表示尊重 我们还是来吃海鲜 他这边最好的食材应该就是 活的大杂蟹跟小鲍鱼 这两个是鲜活的 这个虾是冰冻的 海鲜再煮咱来几个生蚝 这个生蚝是真的是非常小 跟那个 跟那个夜宵摊上一块钱一个的差不多 好 太小了吃不出个怎么来 还没有蒜多呢 第一次吃自助餐来了个鱼头 这是落椒鱼头 这三文鱼头 这两个汤也是很好 这三文鱼头 这三文鱼肉也拿来做剁椒鱼头 还挺不错的 下次我自己做的时候也试一下 羊肉串 这羊肉上肉是正经肉 但是也是腌制的 腌制的比较久 感觉很软 虾好了 虾好了 因为这不是鲜活的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壳跟肉之间 就是没有那么贴合 看 壳也比较软 味道还是不错的 但是没有鲜活的那种 很Q很嫩的感觉 109一位 咱要求也不能太高 虾得剥好了 小螃蟹 小螃蟹 我以前很喜欢吃大打蟹的 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次吃的多了以后 后面一直吃大打蟹 胃就会痛 还有鲍鱼 鲍鱼挺小的 应该是十几头的 但肉是很好 因为是鲜活的 这个肥牛质量好 但是我在取餐台那边没有看到这个肥牛 这个是他服务员送过来的 应该是限量的意思吧 餐台那边的是合成牛肉 但是这个是蒸牛肉 你们对比一下看 这个是送过来的牛肉 就是蒸的牛肉 然后这一份是合成牛肉 其实很明显 煮熟以后你看 这个是正经的牛肉 然后这一个是合成的 是不是非常明显 合成的它也有牛肉的味道 但是非常软非常软 正经牛肉就是 有嚼劲 拿牛肉那个质感 很明显的 这只牛肉还是很好吃的 这个牛肉如果可以认吃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值的 刚才拿了一盘假牛肉给你们做对比 拿了我也只能含泪吃掉 太软了 就很碎 不需要嚼它就碎掉了 一米半还碎 这种很逆人的腥味 是这种好吃的 三哥你好 这种的牛肉还有吗 这是限量的吗 没有限量的 那再帮我拿一点 谢谢谢谢 不是这种的 这种的有吗 有 好嘞 好的 好的 那等一下 那你吃掉一点 这种的还有吗 还有 有很多 不好意思 我去给你拿一下 还有需要多少呢 再拿一盘 拿两盘 两盘 就喜欢牛肉 行行行 谢谢啊 只要我脸皮够厚 牛肉就可以一直有 慢慢厚一点 这个是薄一点 这个是在烤肉区那边 谢谢啊 好的 好的 这边福布是真的好 我厚着脸皮又要了那么多牛肉 这个牛肉质量是真的高啊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去吃牛肉自制餐 从这排牛肉我得出了一个道理 只有脸皮厚才能吃上好东西 嗯 嗯 再不了了 本来是打算来吃海鲜的 其实他牛肉才是主力 如果你们来这家店 没有看到这个好的牛肉 你们就获得点名字 问 服务员跟店长 哇 这一盘牛肉吃完才有了点饱的感觉 这个鲍鱼还是新鲜的 还可以的 再来点鸭肠跟牛蛙 好吃啊 还有血我再煮一下 哈哈哈 我就看你来的就没煮了 嗯 朋友们做牛蛙吃牛蛙一定要注意 这个东西要多煮一会儿 因为确实有机生虫 嗯 吃饱了 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哈哈哈 只是换一个环节啊 我现在不吃的 嗯西瓜不做非常甜 吃的太饱了 嗯 嗯 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冰淇淋 我很喜欢吃甜食 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蛀牙 哈哈哈 评价一下吧 这家店109 菜品 其实是对得起这个价格了 但是 说实话很多菜补的不是很快 然后牛肉有合成的也有蒸的 真的那个牛肉好吃 好了朋友们今天视频到这里了 点赞点关注 我们明天见 拜拜